今天要來拍的創意料理 創意料理的材料有 一條絲瓜 等一下會給它切片切絲 一小碗的枸筆 還有今天的創意料理的重點 火雞碎片 不要太小看它喔 這個麻麻辣辣的 好的 那我等一下就來切 施放 切給大家看 施瓜要怎麼處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等一下先下薑絲 後來再下那個絲瓜 完了以後再加果皮 到最後再放了重頭戲 火踢脆片 好了那我拿就可以去煮囉 先下薑絲 薑絲 給它爆香 再下絲瓜 再下絲瓜 有嗎 肉燙 再給它拌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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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以前都喜歡給它加蝦米 也可以給它加綿酒 可以加 後面再加 哎唷 你先幫我用 半杯水 半杯 沿著鍋邊倒 小姐的創作料 是嗎 今天是開第一集 創作料 小鈴創作料 你看 這樣挑起來很漂亮 再來可以加油 加蝦米酒 那有時候要放什麼 蜜酒 小蝦米 可以 加蜜酒的用力 可以讓它 讓菜更脆 更鮮 更鮮 這火了一點吧 這剛好有的 好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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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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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收拾完就可以 碗掉就可以起锅了 盛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後再點進 然後我們應該的重頭戲開箱 這個 這個等一下就把它撒在那個絲瓜上面 好 你給它撒看看 可以 可以 那就可以試吃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有沒有 好雞肉脆片 融合絲瓜 想不到吧 因為最近看的反骨 有點被他們影響 他也是不錯的youtuber 好